民进党针对前立委许荣淑跟前农委会主委范正宗的纪律处分案又出现了重大变化 中评会昨天是刀下留人 没有按照中常会的建议开除两人 只处分他们停权三年 不过昨天下午范徐两人又上电视谈话节目痛批民进党 结果有部分中评委认为他们的言论再度伤害到民进党 所以提出复议将在下周一召开临时中评会 要求将两人除名 原本民进党中常会建议中评会开除范正宗雄署党籍 但23号召开中评会面在范徐两人都是资深党员的份上 只给予停权三个月的处分 会由范徐两人一起上谈话节目批评民进党 部分中评委认为他们的言论再度伤害民进党 联署提出复议案 要求下周一召开临时中评会将范徐两人除名 范正宗先生是直接跟中评会报告说 只要党能够让他留下来 不要开除他 他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 还是很清楚的表示他们参加国共论坛没有错 坦诚因为一时的心软 我们对他们也还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们做出了这样一个不治的决定 所以我刚刚讲他们演了一场好戏 欺骗了所有的中评委 面对中评会将副意开除他们党籍 雄署还是感到很委屈 我想这是两代之间的代工 那我们作为长者 大家都称我阿嬷 我也愿意来体谅你们年轻人 但范正宗仍然炮火十足对准党中央 这个案已经审查过了你还要再审吗 我对这件事去参加会议我并没有什么回忆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过半数的中评委联署提出复议案 要求恰周一召开临时中评会 将范正宗许荣淑除名 不过因为23号中评会处于停权三年的处分 有一项诞书 要求范循两人不能再有伤害党的言行 如果再出现伤害党的言行 中评会将会重重益处 因此中评会可能原以这项决议案 而不以复议案 将范循两人开除党籍 记者零星陈保罗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